真的是很困擾 現在有網友就說 農委會就是在消化預算是不是 非花電協會成員就不管了嗎 因為你照顧到就是這些協會的 所以到底這個1600萬 其實今天下午在播報新聞的時候 甚至有人說 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回扣 因為這個價格不公開不透明 大群委員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陳吉仲是基於什麼樣的 一個經濟學的理論 告訴我600萬就可以創造 幾億元的收入 好歹我在大學也開課教經濟學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就是你這個陳述效應的使用方式 完全跟現在農委會在操作的模式 是不一樣的 這跟你三倍券 五倍券 消費券 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情 所以陳吉仲是不是要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政府花了1600萬去買花 然後這個買了花之後 農民就會有幾億元的收入 這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一個邏輯 實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我想剛才嘉欣才會講 這種與生俱來的吹噓能力 實在是令人佩服 第二個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政府 真的要協助花農 你有更多的方法協助花農 第一 你可以直接編預算 去補貼他就好了 他如果真的有損失 政府編預算去補貼他 你總比你現在花1600萬 去買個花 然後你還要付行政費 大家想想 這花不是說政府買了就算了 政府還要僱人去送 還要送到各個地方去 各個接種站 各個診所去 難道沒有中間的行政費用嗎 這些行政費用不是一件很 這是可以節省下來 很不必要的一個開銷 那麼第二 如果你真的想要幫助花農 剛才花農也提到了 他們現在希望做的是外銷 希望花卉能夠有包機 希望我們台灣生產的花卉 能夠盡快的送到國外的市場上去 所以你政府 與其你政府自己花人民的納稅錢 來買他們的花 還不如協助讓這些花農 能夠有包機 能夠有更多的管道 快速的把他們原本要計畫 要銷往國外的這些花卉 都能夠順利的把它銷出去 那這不會比你花1600萬 來做這種表面功夫更有效嗎 就這樣拿來貢1 快速那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